金鐘 主席院长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 有请江院长 请江院长 会员们好 院长好 昨天你跟三位地方首长参训 那为什么没有邀请宜兰的县长 向委员报告 我们以核一还有核四厂所在地 这个八公里范围内 疏散避难圈的这个行政首长 作为邀请的对象 所以没有包括宜兰跟桃园 如果说核四的话 那宜兰的头城 离台北县 台北市还要近 不是这样算 当然不是整个台北市 台北市有部分的地区 是已经在这个八公里范围内 所以我们当然有邀请 那其他的县市 如果说像桃园县 它距离比较远 我们也没有邀请 你去看一下如果说是以核四的场子来讲的话 其实啊 头城 头城镇是比基隆到 就是基隆 基隆到核四是比较远 那头城到核四是比较紧 基隆是因为跟核二比较接近 如果说要邀请的话 其实宜兰也是一个 这是我们在所谓的逃命圈的范围之内 所以地方首长不要党派支北 不会的 其实委员可以放心 就是我们在整个沟通的过程 是全面的去沟通 只要在适当的场合 比方说如果下乡到宜兰的时候 或到花冬的时候 我们自然都会跟首长交换意见 那我再请教你 一个盖了三十几年的房子 你认为说它安全吗 盖了三十几年的房子 有的安全 有的不安全 这完全要看它是什么 那你这样就违背人民老百姓判断的常识 一个核能电厂 既然能够盖三十几年 你说老百姓会认为说它是安全吗 那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 民进党执政时期把它停建了 然后复建之后呢 就面临很多很多合约的问题 所以之所以会盖那么久 跟这件事情有关 停建本身不长 但是恢复之后的整个的 那个契约跟诉讼是非常的复杂 当然我绝对不会说 盖二三十年全部都是因为那一件事件 可是你如果平行去听听民间的声音的话 大家都知道 之所以会拖那么久 以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安全的余力 跟那一次的停建决定是有关的 那个是不是主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核能电厂 核能电厂 查了很多利益的诉讼 是不足为外人道 而且设计啊 变更 一再变更 所以突然到现在 预算一直在追加 所以人民是有安全的原因 预算的追加也有他的原因 譬如说 在 苏贞昌院长 以及这个 另外一位院长 就民长执政两位院长 最佳的六四百六百多亿 这个有他们的原因 我们的任内增加 这一算的追加 跟辅导合在有关 任何的延档 你都不要推给前朝 我不会推给前朝 我站在这边 所有的答询 都是以现任行政院长的身份 负起该负的责任 同时我也希望 把过去没有做好 或者是产生疑虑的地方 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 好 那我再请问你 一般的民众 现在我们去外面 去跟他问 很多人 都宁愿政府 盖赌场 我跟他赌钱 没关系 我命还在 可是很多的民众 都不愿政府 盖核电厂 因为我跟你赌命啊 我命只有一条 我命没了 我什么都没了 委员刚刚讲的 可能只是声音里面的一种 比如说 我也听到很多民众讲 他们不希望在他们家附近盖赌场 另外一方面 我上个礼拜才跟张华的 卓县长见面 他是支持核能电厂应该要新建的 他对于核四是相当肯定的 也赞同我们现在用公民投票的方式 来做最后的定夺 所以我们只能说 整个社会当然有各种的声音 那可以请他出来为核四 新建核四续建来做一个辩护啊 我相信所有私事的人 在该讲话的时候都会讲话 你不能拿这里来公开来讲 好不好 那是一个公开的论坛 不是说我跟他一对一讲话 是一个公开的几十人的场合所讲的话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只是想跟委员报告的是 对于这件事情 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这一点我们都清楚 那因为意见相当的分析 可是事关重大 因此让我们准备来办一个公投 来决定要不要盖下去 或者是停下来 那我再请问院长 其实啊 核四因为盖了很久 而且一再的变更 预算一再的变更 工程设计一再的变更 那我们知道说 一个建筑物其实是四十年的 四十年 核米电厂四十年就要除以 现在已经盖了三十几年 虽然说它的主体的工程 还继续在盖 可是它的土建工程已经都已经三十年了 虽然说不是河岸的一部分 没有这就是我一开始 土建工程已经三十年了 委员我向您报告 像我自己住的那一栋住宅 那个几十年的历史 是一个老公寓 我照样住 我并没有觉得说 一个房子超过了十年或二十年 就一定不安全 重要的是看这个房子 自己本身的材料 以及它的结构 同样的 核四虽然盖的是比较久一点 但是我们就是对核四的一些 各种的检测 品质啊 我们执疑 所以我告诉你 执疑的时候 我们就请专家来鉴定 OECD的国家在两个礼拜前来鉴定 已经证明说他对地震的压力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我再请问院长 有民众他不敢坐飞机 但是没有民众不敢坐高铁 那是为什么 因为高铁人家信任 安全 对不对 你去问人 坐飞机有人不敢坐 不然坐飞机 只要一上飞机 一直念阿弥陀佛 下飞机 降落的时候 一直念阿弥陀佛 可是坐高铁没有 为什么人家信任他安全 信任安全 可是公投没有 所以我在这里 我是认为说 我们也是要给人民一个机会 就是要公投 我是赞成公投 非常感谢委员 你是我第一个听到 愿意赞成公投的民进党委员 在这个质疑场上 如果我们剥夺人民决定 那真的是很不应该 就像委员刚刚讲的 有的人对于做一件事情的风险觉得很高 他不敢去做 有的人认为那一件风险不是那么高 他愿意去搭飞机 当这两种人面对同一件事情要到底是要或不要的时候 那么就让我们用投票来决定 这就是公民投票 那我告诉你 选举是在决定人 那公投是在决定市 所以我们韩国人民 真的还没有自己来决定 政府重大的决策 到底是人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就是公投嘛 因为他是民主的程序嘛 我非常感谢委员讲出这么样的见解的话 但是民调毕竟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 所以说我们民调不一定说他不准 他也是有准的时候 是可以做我们施政的参考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 我们公投啊 跟选举是一样的 不能门槛太高 不能门槛太高 只要有去投票的人 百分之五十同意 这个公投就成立 所以这个公投啊 你一定要修 你一定要修 百分之五十的人去参议投票 本来就是现在我们的规定 是百分之 不要百分之五十 那是多少呢 那我们为什么总统先决说 我们就没有说百分之五十 难道百分之五的人去投票 就可以决定百分之百的人口吗 那你有可能说百分之五的人去投票吗 不可能嘛 那为什么我们在孤选的时候 不到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产生候选的啦 像委员报告 有些国家的投票率是很低的 只有百分之十几也有的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究竟说 为了所谓要降低投票率 我们要降到多低 总要有人讲出一个数字 像我前一阵子听到民进党有位先进讲说 百分之五十太高 应该砍一半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去投票 就可以决定 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去投票 其中超过一半是百分之十二点五 那这样的人就要去替另外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决定 我就跟他讲说我认为这样人坎放的太低 其实不投票的人啊 不一定 不一定是反对 有些人是他没有意见啊 有些人他是中意啊 那你不能说不投票的人 他就是反对啊 有的人可能是没意见 有的人是用他的不投票去达到 他本来想的效果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 那你不能说不投票的人都是反对 不能这样子嘛 你说原因有很多嘛 我没有这样讲 我只是讲说 一个公共政策 我们也不能说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人 就去替百分之八十几的人 那如果说百分之十二的人去投票 那就是因为我们政府 宣导不利啊 没有鼓励民众勇越去投票 所以我们会积极地宣导 或者是有心的人去抵制投票 我不知道有心的人在哪里 但我绝对不是那种心肠的人 我今天站出来 愿意接受公投的检验 我就会鼓励大家来投票 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那我希望说 我们 行政院在公投的过程之中是中立的 而且是鼓励民众参与公投的 委员可以检验我的言行 让民众来决定 自己重大的一些公共的政策 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 好不好 我跟委员看法完全一样 那我再请问你 有关这个核灾 如果说发生災变 那台湾的路线 储物的工作 或者是 救災的 把部队 或者是哪一个单位 来做这样的一个措施 其实你们都没有跟民众讲 向委员报告 其实都有 你如果翻去年的那个核灾演练时候的新闻 我印象中 至少有两张的报告 那参加的民众 不是整个陷阱 这就像我们现在 哪怕是万能演习 也已经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去躲防空洞了 我们现在因为经济生活形态 已经没有办法强制民众说 那我再请问你 如果说发生灾变的话 是部队去处理呢 还是下方局去处理呢 部队都有参与演训 民间团体也有 卫生署也有 环保署也有 哪个单位要去除屋吗 除屋也有除屋的单位 哪一个单位啊 都有是谁啊 我会很愿意邀请 你这样的回答都是很龙头的 我们期盼演习的时候委员可以来参观 我再请 容委会 陈主委 请陈主委 快点时间 主委 最近菜价都崩盘了 本席也去市场 买这个菜 跟一些菜饭 跟他拼一些价格 是不是能够稍微来把这个 抢救一些菜价 我请问你 为什么每一次历年我如果说菜价崩盘的时候 我们都有根除 根除的补助那为什么今年没有呢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在 这季里面 根除 会造成 他接下去要种 水稻的时候 他的土地 会有一些这个发酵的作用 那你根除 我说根除 不一定说要 要跟农田 那个土壤搞在一起 根除要把那些 蔬菜把它运走啊 我想根除 根除会太咸 或者是太肥 根除的意思就是说 就地要 要销毁啊 你如果离开了以后 就在整个监督上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这一今年为什么不根除 我们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我们也发生过一次 啊这个 突然间下降 但是我们那一次就是用促销 啊用这个 大规模的来购买 那你今年为什么没有大规模购买啊 我们今年 也没有促销 有有有 来我请问你 现在这个高丽菜 现在产地一公斤多少 现在我们在今天的拍卖市场 是一公斤三点九元 三点九元 那他的这个成本大概是三块钱到三块半左右 成本是五块钱 连那个运费 是 还有包装是五块钱 是 你看农民啊 采的越多 撇的越多 血本乌龟啊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跟农民警讯了三次 就是说不要再 这个增加 栽种 有些东西不是农民栽种 有些是因为气候的问题 就没见到 既然这些人 就没见到 什么 注意 看 这个 在关的 有些东西 的时候 我 没见到 这一集 有些东西 在这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